相信大家都有同感,近年来的微博热闹异常。 娱乐圈重磅新闻层出不穷,让人眼花缭乱。 顶流吴某凡,涉嫌强奸未成年被批捕,主持人钱某被报性侵,离开天天向上。 霍某被前女友曝光聊天记录,退出娱乐圈,以往一人还只是失德,践踏职业道德。 如今,已经是频频逾越法律底线,数不清的黑料,越挖越多。 在这个过程中,有眼尖的网友,在这些得不配位的明星身上,挖到一个共同的标签,妈妈眼中的乖孩子。 一,吴亦凡,就拿吴亦凡来说吧,原本作为娱乐圈里面的当红流量小鲜肉,还在韩国经过了多年的培训。 按理来说,无论是唱歌能力,还是其他方面,应该都是非常出众的。 但是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,吴亦凡偏偏就是,无论是说唱还是舞蹈,其他的业务能力都非常的一般。 但是没有办法,人家长得实在是太帅了,所以粉丝们往往都是看着吴亦凡的脸,忽略了这个人应该有的实力。 后来,由于多美竹的爆料,吴亦凡的人气和口碑一夜之间暴跌,合作的各大品牌都相继和吴亦凡解约。 本来大家以为这件事情最多就是让吴亦凡退以娱乐圈,但万万没想到的是吴亦凡的妈妈居然选择将这件事情报警。 自己家的儿子是个什么样的品行,难道不清楚吗? 这一报警,直接就把吴亦凡拘留了,因此,网友们也纷纷表示,吴亦凡之所以被拘留,其实就相当于是妈妈间接害了儿子。 吴妈妈可能是受到吴秀波事件的启发,也可能因为对自己孩子的品行过于自信,还可能,这样的事情经历过多次,无论事实真相如何,他从来都可以稳操胜券。 可是这一次,他失算了,吴亦凡迅速从耀眼的明星一夜之间变成阶下球,未来也必将为自己恶劣的行为付出沉重的代价。 吴亦凡的妈妈,从小就是一个非常强势的存在。 吴亦凡喜欢打篮球,可是妈妈却因为担心孩子受伤,强行阻断了孩子的篮球梦想。 当儿子想要打游戏的时候,妈妈也是直接就拔掉了网线,只是因为觉得孩子打游戏是浪费时光。 如此强势的行为实在是让人不能接受。 曾经的顶流明星,如今堕入深渊,至此,再强的控制欲,也让吴妈妈对自己孩子的悲惨现状无计可施。 2.罗志祥 其实除了吴亦凡以外,还有一个男明星如此失德,他就是罗志祥。 罗志祥其实也是一个出道很多年的艺人,和吴亦凡不一样的事。 罗志祥是一个非常有实力的存在,这些年来的唱跳和歌曲都受到了很多人都喜欢参加综艺节目的时候, 也是以搞笑的风格闻名,没有一点点的偶像包袱,因此人气一直都非常的高。 由于并不是有颜值和偶像路线的,所以罗志祥也并没有隐藏自己有女朋友的事情。 坦然的就公开了,自己的女朋友是网红周阳青,原本两个人也算是让人非常羡慕的娱乐圈模范情侣了, 可是让人没有想到的是,罗志祥居然会被爆料,出示时间管理大师这样的事情。 一边和自己的女朋友在一起,一边却不影响她劈腿,而且更让人气愤的是,劈腿的数量并不止一个。 也难怪周阳青会如此的愤怒,不惜把所有的事情曝光,让罗志祥以后无法出现在公众视线。 其实这并不是罗志祥妈妈做的第一件,让人不可理喻的事情,早在很多年以前,罗志祥出席活动的时候就和妈妈在大众的面前亲吻。 其实妈妈亲吻儿子也是非常正常的,可以亲吻额头,可以亲吻脸颊,嘴对嘴的话就有点让人难以接受了。 不仅如此,罗志祥曾经还在综艺节目上公开调侃妈妈的胸部,虽然说是单亲家庭长大的孩子,可是这样也实在是有点不太合适呀。 所以这对母子之间可以用百无禁忌来形容,同时也可以用感情深厚来形容,总之,如此模糊的界限,也难怪罗志祥总是无法理清自己的私生活了。 她跟母亲这种奇奇怪怪的关系,其实才是毁了她事业的真正元凶,因为她的母亲从来就没有给她树立过正确的观念。 3.霍尊 霍尊是新二代,爸爸火风曾凭借大花轿唱《大江南北》,妈妈仲小平则是知名黑胶唱片歌手,不到三岁时父母离婚。 妈妈仲小平在一期天天向上上坦言,自己毅然决然放弃了演艺事业,就是为了全心全意培养她,而且霍尊没结婚前她也不考虑付出,而是全心全意照顾儿子。 她将所有的精力都放在霍尊身上,在儿子一次走丢找回后,她每次出门都会紧牵霍尊,哪怕对方已经成年。 霍尊对妈妈有非常深厚的感情,她在接受采访时说妈妈就像是氧气,离了她自己活不了。 在某节目上,霍尊还与妈妈拍摄了一组婚纱写真,养人举手投足之间十分亲密,很多网友看了直呼辣眼睛。 在妈妈面前,霍尊是个大孝子,但在离开妈妈后,霍尊却完全是另一番样子,让人唏嘘。 4.郑爽 其实,郑爽的人生路一开始就是错的,她从小被父母当成实现明星梦的工具,所以才会丧失人性,堕入无边的黑暗。 郑爽的母亲一直有明星梦,所以只让郑爽学习才艺,她压根没有童年,没有好好读过书,所以才造成了性格的不完整。 也是因为这一原因,郑爽的恋爱多以失败告终,并且与她谈过恋爱的男人,都会或多或少遭受苦难。 郑爽小时候,经常被父母强行推上舞台,她在台上哇哇大哭,父母却在台下大声训斥。 12岁时,郑爽就被父母送到四川学舞蹈,压根没想过孩子是否能自理,是否能照顾自己,让郑爽形成了不完整的人格。 到了16岁,郑爽被母亲强迫去考艺校,好在郑爽争气,最后考入了北京电影学院,母亲才算松了一口气。 18岁那年,郑爽出演湖南卫视的《一起来看流星雨》一炮而红,真正成为家喻户晓的女明星。 正值青春期,从小乖巧听话的郑爽,开始不那么听父母的话,还迎来一段又一段揪心的恋情。 先是张翰,然后是胡彦斌,再后来是互相伤害的张衡,郑爽的每一位恋人都有很多故事,多数和他的性格有关。 为了张翰整容,为了胡彦斌写书,为了张恒开公司,最后都是两败俱伤,难以友好的结果。 如果仅仅是感情上没有判断力,那还稍微好一点。 可惜的是,郑爽在金钱上也缺乏自我管理和判断力。 而自始至终,郑爽的父母都没有给孩子以正确的引导,没有在孩子年幼时给予合适的帮助,才导致郑爽一步步堕落,最终被观众咽起。 5.李云迪 李云迪也成为了继吴某凡之后的又一位法治卡,成为了在披荆斩棘的哥哥当中,继获尊之后,又一个被全程打码的劣迹艺人。 而对于这样一位有着诸多光环的大才子钢琴家,如今,竟然沦落至此,也让不少网友都很唏嘘。 其实如今李云迪出世,也和背后的原生家庭离不开关系。 李云迪出生在并不算得上大富大贵的家庭,妈妈张小鲁是有着艺术细胞的跳芭蕾舞的演员,还曾出演过《红色娘子军》的女主角。 发现儿子的音乐天赋后,省吃俭用为她买钢琴,还严格控制练习时间,带着儿子拜师等等,为了儿子也放弃了自己的梦想。 一度被网友称为铁腕母亲。 正是因为母亲的这种控制欲,虽然李云迪在钢琴上拿下了不少成绩和大奖,但她本身也因此一直在母亲的庇护下成长。 也因此导致如今的李云迪没了母亲的严格管理,才会发生如今这件事情,所以李云迪其实本质上也是个宝妈男。 6.张哲瀚 张哲瀚在王牌对王牌中提到,自己早年演艺之路十分艰辛,妈妈为了凑齐,她的学费卖掉了老家的房子。 而在张哲瀚进入演艺圈后,妈妈对她的看管也很严格,甚至会去跟踪她。 张哲瀚的妈妈为了儿子可是付出良多,只要是她想要,妈妈都会无条件支持。 张哲瀚曾引以为傲地说在一考前,她的妈妈带她见了主考官,后来自己也顺利考上,妈妈还为她的事业发展开了一家工作室。 事实上,为了培养张哲瀚,她的妈妈可是丝毫没有考虑过自己。 为了支持孩子的孩子的梦想,张哲瀚的母亲也拼了,把自己的两套房子卖了一套。 她还学起了经商,最后到深圳干厂房出租,看来这是名副其实的包租婆。 在张哲瀚考上海戏剧学院之前,张妈专程飞到上海,做起了全职保姆。 做饭和洗衣服这样的粗活,她都统统包下。 平日里,张哲瀚睡在柔软的大床上,她的妈妈则是挤在客厅的小床上睡。 在张哲瀚大学期间,张妈妈还曾为某剧投资十几万,为的只是让儿子能够出演一个角色。 张哲瀚也没有辜负妈妈的期望,靠着山河令爆红,成为了顶流男星。 但不知道是飘了,还是骨子里的那份躁动不安在作怪。 张哲瀚居然做出了伤害民族感情的事情,最终被封杀。 张妈妈为儿子所做努力,全部付诸于流水,甚至她的公司也受到了牵连,险些成为网友抵制的对象。 或许正是张妈妈从小对于张哲瀚的无条件支持,让她有恃无恐。 孩子生下来就如同一只小白鼠,而父母又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,所以家庭教育的重要性一点不输于学校的教育。 换言之,就算孩子在校表现得何等优秀,若是有个失败的家庭教育,那她最终收获的人生也是有待考量的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